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四邊形ABCD BC是4 DQ 不是 DC是3 那這個AB是2跟2 然後的話 我現在在這個AB上面取一點P 在DC上面取一點Q 使得這個四邊形跟這個四邊形的面積一樣 那麼他問說 PQ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這個長度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就在這兩個面積一樣的情況底下 PQ 這個最小值是多少 現在怎麼做 我就把這個四邊形架在直角坐標系上面 對了 他有這個角度45度 這個角度90度 我把它架在直角坐標系上面 然後的話我就想著說 這一點的那個坐標就是40 這是00 這一點的話 是等於那個 4跟3 好 好 這一點的話 就是 這應該是2 因為這2跟那2 它是45度 所以這應該是2 這應該是2 所以這一點應該是2跟2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延長 把這延長 延長 以後交引了一點 那這一點一點的話 應該就是4跟4 好 那現在我們看看 那這塊面積應該是多少 這塊面積的話 這個長度是4 這是3 所以這是1 所以這塊面積應該是4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4跟那2 應該是4跟那2 4乘以跟那2 是這一段 那這一段是2跟那2 所以這一段也是2跟那2 所以這段也是2跟那2 所以我就想著 三角形 這是A 第一的面積 是等於2分之1 乘以1 乘以2 跟那2 再乘以多少 乘以3 45度 45度 因為這角度45度 這45 45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等到 這是等於跟那2分之1 這個給它約分 約分 所以這面積等於1 這個面積等於1 那面積等於1的話 所以我們就想著說 這整個面積的話 整個面積的話 三角形 B C 1 這個面積等於多少 BCE 是等於4 乘以4 除以2 8 所以 這個面積是7 四邊形 ABCD ABCD 這個面積的話 是等於7 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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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E 是等於E 是等於A 這個E EQ EP EP EQ 是等於B 這樣的話 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 這個三角斜的面積 是等於3.5加1 這除以2 就是三角形 三角形 EP Q 這個面積應該是 4.5 為什麼 因為這是3.5 這整個是7 這是3.5 三角形 EP 是等於4.5 是等於4.5 這2分之9 這2分之1多少 2分之1 AB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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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它 4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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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現在的話 PQ長度是多少 PQ長度 PQ的平方 是等於A平方加上B平方 減掉多少呢? 2AB 按3045度 這是我們是根號2 所以這是等於A平方加B平方 減多少呢? 減根號2AB 我們曉得 這個AB是等於多少 減根號2AB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18 減根號2AB 減根號2AB 等於多少? 4乘過去 等於18 所以這個大於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18 但是我曉得說 A平方加B平方的話 這大於多少? 大於那個2AB 為什麼呢? 大於那個2AB 因為A平方加B平方減到2AB 大於等於0 所以這個大於2AB 大於2AB的話 那這個AB 那這個AB AB等於多少呢? A1 是等於那個 9跟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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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等於18跟號2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大於等於多少呢? 這大於等於 當A等於B的時候 等號成0 大於等於18跟號2 減掉多少呢? 減掉這個18 因為這個整個是18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就等於那個 18 18 跟號2 1 所以 PQ PQ 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3 9 3 跟號多少呢? 2 跟號2 1 所以那個 PQ 它的最小值 就是這個 3 ×√2 ×√21